跟柯主席長期都是保持溝通聯繫 上個月我們談的主題比較是重點在於 立委各個選區的協調工作 這個禮拜見面主要就是針對於有關 選前如何來成為一個 我們叫政黨聯盟或者是選舉聯盟 然後選後共同能夠變成一個執政聯盟 這是很多很多民主國家大家都采行的 當然今天柯主席也有提到 我提供了一些很多先進國家的一些案例 我們都知道柯P是教授出身 我也是教授出身 我們一定是會根據這些好的範例 這些過去的經驗 學術的論點跟科學的依據 我們一定是希望未來能夠合作成功 那選前當然大家比較普遍的就是這樣選舉的協調委員會 那選後的就是一個執政委員會 那中間有爭議的話可能會有一個執政的 或者是這個選舉的爭議的協調委員會 那目前我們都還是在逐漸的建構這些的基礎 那當然也有觸及到說最後決定總統副總統人選 我再一次強調 我一再都強調絕對不是一個淘汰賽 而是一個一加一必須要大於二 至少要等於二的一個整對的過程 而在這個整對的過程 絕對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製造對立 更不要有任何的情緒 那我相信我們會秉持這樣子堆疊善意的方式 逐漸的把所有的問題一一的來化解 那所有準備工作 因為時間很趕 我們所有的準備工作 我在禮拜三中常會就講 不管是民調方案或者是民主初選方案 或者是其他的可能的這些折衷方案 我們都已經在做準備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必須要做好準備 然後最後有這樣的一個確定 我也希望侯市長跟柯市長兩位老朋友 最近可以坐下來再談一談 那我也一定會參與 那希望我們就把大家這樣子 能夠形成一個團隊的這樣子的一個作戰方式 它是一個政治的結盟 更是為了讓台灣下一代能夠更安全 日子能夠過得更平安更好 就是政黨輪替我們的初衷 最重要的目標能夠完成 那幕僚會前會還有必要再進行嗎 因為看起來好像雙方在叫囂 會不會黨主席對黨主席比較有和氣一點 我們的溝通協調其實每一天都還是在進行當中 我已經說過了任何的情緒上的發言 或者是任何對於藍白河或者是政黨聯盟 不利的話少說 那我也當然我也相信 這個中間就是大家不斷的努力 那我們也一定會按照這樣子的主要目標 持續的來努力 那幕僚會數就不用了 應該這樣說 幕僚工作有幕僚工作的重要性 那我跟柯主席之間 或者是柯主席跟侯市長之間的溝通協調 一定會持續的進行 那有預計什麼時候要見面嗎 是不是最快藍白河下禮拜四就會有結束 我這禮拜才跟柯主席剛剛見過面 那我們會持續的溝通 包括今天還是有一些溝通 好 謝謝 趙勞公司有建議說 不管民調輸贏的話 都是由國民黨來組隔 那如果柯文哲贏了 那侯友宜可能就回去當新北市長 我覺得每一位好朋友都很關心 也有提出好多的建議 我都很感謝 那我相信柯市長也都有聽到 那我們還是往一個總的目標來進行 這絕對是一個團隊的一個整隊的一個過程 絕對不會像大家講的 它變成一個淘汰賽 國民黨更不會說只想贏過柯文哲 我是希望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團隊 能夠讓台灣政黨輪替 能夠真正的贏過賴清德 讓台灣的日子能夠過得更好 兩岸能夠更和平 大家日子能夠更平安 這是主要的目標 好 謝謝 韓市長的副總值的職位還有空虛嗎 會不會覺得韓國民典很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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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